上盆景 贫小吃 这个小镇的主题有特色 都比较好看 漂亮 美观 看来是空气 挖莲藕 摸河鱼 这个小镇的钱味很地道 看上去就很好 有红有绿有白 都好看 别光看 要吃 看这个小镇如何依托原油产业 打造文旅亮点 走上生态财富路 敬请收看本期《生财有道》 各位好 欢迎收看 今天的《生财有道》节目 我是天象 今天我们是来到了贵州省 尊义市洪华港区龙江村 我们今天一到村子里头来 就发现这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小村庄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 大家现在也可以看到 我们碰上了舞龙表演 颅骨喧天的一个感觉 现场的气氛非常热闹 打鼓的舞龙都非常卖力气 看着观众也是非常开心 这是有什么好事吗各位 各位 我们也是刚到这 我们也不知道 有热闹咱们就得凑一凑 走着 你好 你好 这是我看这家舞龙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您这 今天这里那个民宿开业 有个好的 看个亲密嘛 加油嘛 好 小心 恰逢开业的这家民宿 坐落在尊义盆景小镇之中 这里可是当地人人皆知的地方 民宿的设计理念多种多样 打造的主题风格各不相同 但选择入住一家民宿 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环境和条件 那今天在盆景小镇中开张大吉的这家民宿 究竟如何呢 咱们就直奔这个房间来了 对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 相当于是观景房嘛 观景房 观景房 外面能看得到外面的盆景啊 那个有星星的时候就看得到月亮 因为我们这一片主要是主题就是盆景小镇 当时我们为什么你能吸引客人来 那么多客人来 你这个地方住 你这个地方吃 主要是以盆景 盆景文化 很多喜欢盆景的都愿意到我们这里来 所以说外面的盆景全部是给那个顾客欣赏的 主题鲜明的尊义盆景小镇 占地200亩 由14家盆景园组成 曹畅家就是其中的一个 置身在这里 游客们无不被眼前形态各异 宛若天成的各类盆景所吸引 驻足观赏 令人心旷神疑 这也成为小镇内各家民宿的一大卖点 像这样的房间主要是想面对 什么样的这个客户群体 或者主要是什么样的人会更喜欢 从我们设计的理念 就像这一间房 这一间房就适合那个中年人 每天他们忙着路地工作 来剪一下药 喝喝茶 赏一下盆景 是这种理念 那您这到目前为止经营多长时间 之前是私营业 现在才刚开始营业 您住宿这一块 大概这个入住率或入住情况怎么样 入住率平均下来就是80%的入住率 如果是礼拜六礼拜天 那你要提前打电话 提前可能半个月打电话才有房间的 这一个月收入情况怎么样 一个月就是2万块钱左右 一个月2万块钱就是住宿这一块 对 住宿这一块 了解完了这家民宿入住的环境和条件 那这里的餐食又如何呢 要知道餐食也是民宿在经营过程中 留住客人增加口碑的 另一个重要要素 您做豆花面做了有多长时间了 做了13年 13年了 自己开这个豆花面的这个店 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出去多少碗啊 有400多碗 最多一天能卖400碗 在尊义说到豆花面 那可是最受欢迎的传统小吃之一 豆花面的招牌 在尊义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那我想问问您 做这个豆花面最关键的是什么 最关键的是蘸水 蘸水是尊义豆花面吸引顾客的关键所在 炒制的火候不同 添加的配料不同 调制出的蘸水味道自然不同 首先要做油辣子 锅中倒入茶籽油 大火加热到80度 将豆瓣酱放入锅中 可以 真热闹看 放蒜末 这是姜末 姜末 辣椒 辣椒 得熬到什么程度 熬到这个辣椒已经浮起来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出锅了 对 这个熬大概得多长时间 一锅要一个小时 一锅要一个小时呢 对啊 这一个小时搅下去 好 大姐这一搅都已经搅了13年了 习惯了 带油辣子 慢火炒至鲜红油亮 香气扑鼻时 盛出备用 看着去 哎呀 真好看 闻上去也真香 现在还有声音呢 那接下来咱们要做什么了 接下来我们就炒那个扫子 炒扫子 对 出这个扫子 大火热油 肉丁下锅 煸炒出肉香 带肉熟后 连油带肉一并盛出 面煮上 面得煮多长时间呀 一般就是两分钟 两分钟 煮面条嘛 很快嘛 煮面的同时便可调制蘸水 由辣子打底 依次加入大骨汤 肉臊子 薄荷叶 油炸花生米 再根据口味轻重 加入盐 醋 酱油 此时 面已经煮好捞出 放入装好豆浆的碗中 最后将细嫩柔韧的豆花 放在上面 一份地道的遵义豆花面 大功告成 好 我先尝尝这个豆花啊 先夹上一块 蘸一蘸是吧 对 尝尝 真好吃 豆花嫩吗 豆花非常非常嫩啊 一入嘴之后呢 它就已经摊开了 你感觉到嘴里有东西吗 但是呢 这个豆香味证明了 豆花在嘴里头 关键蘸了这个蘸料之后呢 它有辣味啊 还有这个各种香料 尤其这个薄荷叶这个香味啊 清香的味道 所以这豆花上去一口感觉很好 我再蘸一下这个面啊 面条来一口 尝尝 刚出锅啊 看看 精盈提透的 这个感觉太好了 吃了啊 吃了啊 不客气啊 嗯 嗯 太好吃了 这个蘸水里头啊 花样品种比较繁多 这个香味太足了啊 而且这个香味厚劲儿也很足 到现在还唇齿流香 我再来一口 如今的尊义盆景小镇 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发展历程 最初只是以种植培育盆景为主 但随着当地盆景产业和盆景文化的知名度 关注度的不断提升 洪华港区深西镇 以此着力打造文旅亮点 以文簇铝 基于盆景产业 构建起了文旅共荣的新局面 通过这一个小镇的打造 民宿的完善 可以有效地利用深基镇的资源 在主城区周边的这一个地理位置 带动我们的成交旅游的这一个方式 带动的就业呢 现在有120多人了 接待着的游客 日接待量可以达到3000人 现在我们周边的老百姓 通过这个小镇复工 人均可以征收3000元 在遵义 只要说到盆景小镇 有一个人就不得不提 那就是今年已经79岁的狗贤良 基于43年对盆景种植和经营的经验 狗老对盆景的方方面面 可以说是如数家珍 我看大家都在那动手呢 好像有人对盆景的剪是怎么着的 他们在这干的是什么工作 现在在这做的 他们主要是造型 就是对一个盆景来进行造型 对 比方说咱们要给这盆盆景造型的话 得先干什么 后干什么 先把这些小镇把它夹掉 先把这夹了 这个剪了 夹掉 那您告诉我您怎么看就得剪它 我剪别的不行吗 当然不行 因为这是多余的 判断它是多余的 这的造型是什么 因为你造一个型 主要你用这个枝 这个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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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造型 其他的就是多余的 我理解您说的意思是说 咱们要从主枝 要从主枝造型 对 那旁一斜出的那些小镇 就要给它剪掉 要把它剪掉 怎么剪呀 别伤到它 您剪给我看看 就这么连根剪 贴着主干部 贴着主干 就剪下来就行了 剪下来就行了 还有哪个能剪 我剪一下试试 剪这里 你来剪 剪这个 修剪时要做到干净平滑 选择的结位和角度要巧妙 达到疏而不剪 蜜而不凡 呈现出枝干叶片天然的美 而接下来的蜜丝 便是为固定造型 控制走势做准备 缠绕后对枝干缓慢用力 进行弯压折拧 循序渐进地达成 盆景创作的艺术效果 这个枝你给它造型走向 有没有什么原则或者规则 这个就在脑壳里面 在脑子里头 就是经验 没有什么原则 那照您这说的意思 因为每一盆盆景 它原始的造型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美学观点 然后还要依它这个掌势 来给它造型 但是你比方说 刚才我看您说把它掰弯了好看 那是不是应该是宁弯不直 对 这个盆景就要它弯 它弯了你看见它的美 它测深深地看见它的美 对 直了那不叫盆景 那叫电线杆子 对 修剪蝉丝之后 还要精简 抹牙 培土 上胎 盆景的制作是盆景技师 眼力 耐力 技术经验 以及对美学认知的综合展现 狗贤良告诉我们 每一件盆景都要年年对其修剪 造型 养护 从选装到成品面试 倾注了技师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心血和智慧 作为遵义盆景小镇的 核心观赏园区狗园 这里的盆景 不论是数量 类型还是品种 在整个前辈都堪称之最 现在一共有多少盆景 三万盆 我看你这个每一个盆景 都挂了有一个盘 这上的类型 有的是树桩 有的还有什么副石 还有什么山水 这个是什么概念 我们那个盆景 它在里面分几个大类 比如说我们树桩 就是整个以树桩为主 比如说我们有提根的 对不对 有副石的树桩配上那个山石 配上石头 我们就把它也可以做成水汉的 所以说这么几个大类 那还有一个问题 也得问您 因为我看这应该都是算是木本植物吧 对 它的那个寿命就相对来说 可以养的时间比较长 可以说把我们的寿命都熬过去 那如果它要是说 用这些木本植物 来做咱们这个盆景的话 就应该也分品种吧 它要分 比如说我们这个当地的 有几大类 比如说最常见的 我们金弹籽 第二个就是指挥 火急 群子 这几大类 是我们这个地方 最常见的东西 也是最好养的 但是我们销售 也比较好的东西 狗园的盆景 品种大多是就地取材 阴采诗意 每一盆都是神态各异 独具匠心 走入园内 步步是盆景 处处有精品 到目前为止的话 咱们这么多年 也参加过很多的 应该是这个瓶奖 大奖 拿过最高的奖项 有什么 那个在94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全国盆景大奖上 金奖 特别是我们那个去年 在北京的 世界园艺博览会上面 一共购源送出去 14盆盆景 5盆特金奖 5盆金奖 4盆银奖 全部获奖 那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统计过 比方说这么多年 一共大大小小的奖项 拿了多少了 没完全统计 但是一千多是 怎么都有的 像您这个园区 应该也有您的 自己的经营方式 我自己感觉是 用商品带动精品 这个盆景文化 才能渊源流产 有没有统计过 每年像作为商品 来出售出去的盆景 大概有多少量 然后每年大概 这块的产值能有多少 我们现在呢 就是说四五百盆 但是每年的话 就是也有可能两百多万 但是最多的时候 我们也有七八百万 平均下来的话 应该两三百万还是有的 不难看出 狗园将盆景文化和盆景产业 辐射到整个遵义盆景小镇当中 并且小镇文旅产业的定位和发展 奠定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小镇中 由乡间小路串联起来的 十四家盆景园 各有千秋 区境通幽处 一步一远 一远一景 您这是第一次到这个盆景小镇里头来吗 我是来了几次了 来了几次了 盆景的也好 都比较好看 美观 还有这些空气好 整个感觉怎么样啊这里边 哪块您觉得比较好 感觉还是比较清爽 就是进来更干净净的 环境那些还是看起来特别让人舒服 整个盆景小镇的内部环境 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美 一步一景 你每走个两三步 都会发现不一样的景观和景色 当然了 整个盆景小镇内部 它的整体布局设计 也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理念的 民宿和民宿之间 没有阻隔 没有阻碍 呈现一个开放式的布局设计 这样的话 你从一个民宿 走到另外一间民宿 大概只需要个两三分钟的时间 非常的方便和便捷 那这是它的内部 整个盆景小镇的外部 又是怎样了呢 九月下旬 伴随着丝丝秋风 田间地头已进入到农忙时节 此时的天效 也不由地融入到 眼前这丰收的场景中 这是我看大伙在这树藕呢 对 挖藕的 这片藕糖都是您的吗 是的 一共有多大面积 有200磨左右 你看 你看这个大孔 这是几个孔 九孔你看 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九孔 那像您种的这片核糖 这个孔是从几个到几个呀 从九个到十一个 一般的年有就是这两个品种 我想问问您比方说像这一片 要是看的话 怎么能看上哪块有藕 就可以把它挖出来 你看 怎么看 像这种 这种 这就有个藕 这下它就有藕 下去就是藕 我看我能不能摸得着 摸得着你看 往下手挖下 往下 这么深呢 你看 它在这儿呢 我拔不出来 你看这不好拔的 但高好的给你拔起来 看看看看 现挖一个出来 在哪呢 那你带吧 这就是了 这就摸着了 往后面 往后面带 直接拔起来就行吗 哎呦 拔断了 又断了 往后面带不要 你看 可惜了这个 这可惜挖断了 对 之前带不了往上面去 往上面带你断了 对 不能直接往上搭 对对对对 只要直接往上一拿 它就断了 它就断 是吧 对对 那现在咱们看 相当于是这个 荷花已经败了 是吧 是败了 对 六月份挂上活花的 很漂亮吧 你这一大片 是是是 收藕的话 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七月份 六月底 这个时间开始收 对对对 收到什么时候 就算结束了 收到明年 五月份左右 您干的这产业挺好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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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看 完了呢 有的活干 有的活 还有的钱挣 对对对对 王徐宝的192亩藕糖 一年四季都是收货季 并根据不同月份 向市场提供不同品种 不同口感的鲜藕 藕糖里除了卖藕有收入外 还有其他的收入增长点 摸着它 它劲比较大呀 看 这来一条 这个速度一定要快啊 这是鲤鱼啊 鲤鱼的 挺活性的 好 这条利息比较大 好 又来一条啊 你 哎 又来一条 这抓鱼感觉太好了啊 这里头这鱼只 哎 呸 哈哈哈哈 这样 哎呀 这里头这鱼挺多呀 挺多的 那像您捞出来这个鱼 比方说它能给您增收多少呢 你目的增加800块钱到1000块钱之间呢 没目的增加800块钱到1000块钱 对对对对 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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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打扰一下 您好 您这是 开始就在这就往外卖鱼了 是是是 鱼和鱼都在这往外卖 对对对对 这鱼准备卖多少钱一斤啊 这种鱼卖13块钱一斤 您这鱼从您这卖多少钱呢 卖到三块多了 他们有好多民宿啊 农家路到这边来直接取货 这种就是老板 他说您是过来这买的是吧 对呀 买鱼买鱼 对 我们那边因为农家路用得多 民宿里面就用得多 我们的钱菜里面就用到鱼 因为它这儿呢 是用藕田来养的 鱼质比较好 吃起来呢顾客也比较喜欢 所以说它是藕了 然后我们拿去做凉拌菜呀 炖汤啊 都需要它这样的藕 能跟着您去看看吗 欢迎 不论是客户现场收购 还是为客户送货上门 王徐宝的藕堂 每年都会给他带来近80万元的收入 跟随着朱品康 天孝又回到了遵义彭景小镇 在他的民宿里 我们又会有哪些别样的体验呢 我看您这儿 这一大堆红彤彤的辣椒 这是准备要做什么东西 这是做我们遵义这边的 钱菜里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东西 糟辣椒 糟辣椒在贵州是家家必备 年年必做的调味品 制作糟辣椒的用料很讲究 要选当地出产的头茬线椒 因其肉厚多汁 色泽鲜亮 无皮渣 进而使制造出的糟辣椒 鲜 脆 嫩 辣度适中 是贵州美食必不可少的调料 好嘞 干活 来 倒进去 对 全部倒进去 这都选好了 然后呢 开始 就这么做 使劲着剁 我试试这个感觉 感觉感觉 这个活我觉得对我来说做的比较轻松一点 剁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没有 你注意劲不要太大 然后要掌握里面都要剁匀了 要剁匀了 来 您来了 好像挺累 我觉得剁的过程就是一个让人感觉到特别喜悦的感觉 您也觉得特别高兴 那肯定 这有丰收的感觉 丰收的感觉 就是在辣椒皮和辣椒籽翻飞的过程当中 生活的幸福的感觉就一点一点的流长出来了 不要 待辣椒被均匀剁成一厘米长度后 按照一比十的比例加入食用盐 之后继续剁 直到辣椒被剁细剁碎 让盐分充分融入到辣椒中 盐差不多了 现在都剁出辣椒汁出来了 可以可以可以了 我的妈呀 可以了 铜底都红了 闻着的味了没有 嗯 好吃 香辣香辣香辣的 将剁好的辣椒盛出 加入高度白酒 搅拌均匀 装入坛中 造辣椒制作完成后 便可装潭封存 在室内阴凉处放置半个月 便可用于热菜烹饪 冷盘调味之用 此时后厨也将今天 自取藕糖的食材收拾妥当 正宗的前菜 拉开了制作的序幕 前菜里的糟辣菜品 因为糟辣椒的广泛应用 而被大众津津乐道 烹调时 它那微辣微酸的味道 似乎可以和任何食材 在遥香呼应混为一体 与其说是调味料 倒不如说糟辣椒 是所有糟辣菜品的精髓所在 那么今天这一热一两 两道前菜的味道如何呢 这块 这是正常来讲 一定得带着辣椒把它夹过来 肯定的 肯定 尝一口 尝一口 别光吃鱼 你还尝一下辣椒 这个糟辣鱼味道特别好 就是它这个辣椒 因为是过过油了嘛 所以过过油之后 它这个辣椒的香味在油里头 然后又被鱼肉所吸收了 而且味道非常的丰盈 你可以感觉到 这个香味很持久 辣味没有那么的辣 但是因为有了辣椒 才让这个鱼更加的入味 再尝尝这个 这是糟辣藕片 看上去就很好 有红有绿有白 多好看 别光看 要吃 要吃 糟辣椒的这种酸酸的这种味道 很舒服 就是你在嚼的时候 你会发现 辣椒还会再把 这个藕片的这种清爽的感觉 清香的感觉 再提升一个层次 而且这个 投擦的辣椒来做 造辣椒是脆的 如果说不用 投擦的辣椒的话 它就是棉的 软软的那种感觉 好了 来 现在我们就放开吃 来 拖当地原有的种植产业 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主题小镇 将盆景文化与特色餐饮 精品民宿多种业态有效融合 进口吃 住 游 鱼 旅游要素 让尊义是洪花港区的龙江村 真正走出了一条独有的生态财富路 开始下饭了 明chnitt什么 我们下期再见